我一提我救治的要求 都是半部一世 我听的 你笑什么 我老了 肺活量不够不行吗 行 怎么不行 你这一路上 一直哼 一直哼这首 哼了几百遍 我高兴 我想到我们家立得 刚出生的时候 身体软绵绵 抱在我手上 我还胆战心惊 想不到现在 都大到能够孝顺我 养我 说真的 我那时候还挺担心的 他知道不是你们亲生的时候 有可能长大会变坏 不如其途 看来说我想多了 还挺正气的 当然 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 我告诉你我这两天可幸福了 这阿明没事就打电话来给我 王威 你什么时候要上来台北 多关心我 还有我儿子 昨天专程跑下来 就是要带我上台北 今天早上他们老板打电话给他 说一个重要的客户找他 他都不上去 你懂吗 懂 幸福可以 就你说话特别不好讲 我夸张 你喷香水不夸张 你不要以为你喷一点点 我闻不出来 这永辉也是你看着长大的 他现在要结婚了 难道你不开心 你心情不激动 我怎么可能不激动 这孩子从小是失去父亲 他经历过什么我最清楚了 现在终于看到他在成家立业了 我这心情既心疼又欣慰的 兄弟 兄弟 你说咱们是不是老 是不是觉得一眨眼的功夫 小孩多大了 老 我怎么不认老 我也不像你 个性跟个孩子 老 老的好 老的有价值 老又老的好 别闹 我在开车呢 永辉结婚了 接下来就换永辉了 再来你和洛杉娜在一起的日子就不远了 我没想那么多 随缘吧 只要开始想就不会太迟的 别靠这么近 感情好才能靠那么近嘛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想和洛杉娜在结婚 兄弟 为了你我穷出江湖 我还可以再当一次办老 你瞎说什么 你不要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你的内心一定拨刀汹涌 我来测测看 你现在心跳得有多快 别在那边闹 你这开车很危险 你不说实话 我就一直闹 我就一直闹 开车很累吧 我帮你按摩 手刀按摩 你在看起来也不像豆腐一样 我来 坐久了 会腰痠背痛 来 喝口水 谢谢 我听说永辉 他们那个倾家很有钱 你确定你要用这个 朴实的真面目去参加婚礼 你不定做一套西装吗 乐鞋啊 一起帮我准备好 什么鞋 谁鞋 乐鞋 叫得挺顺的嘛 我看你们就插一张纸 还有仪式 你们跟一把纸 一般的夫妻没什么两样啊 你到这个年纪了 有时候啊那一张纸 那个仪式也不是这么重要 两个啊 互相陪伴 聊聊天挺好的 也是 讲到老仙啊 这个女孩子真的不容易 聪明 个性好 除了她 我还真的想不到 哪一个女人配得上你 所以我在你心中 有这么高的评价啊 当然 你是我兄弟啊 而且你跟罗生亚真的很像啊 你们能力强 什么都会 什么都不奇怪 你们就是天生一对啊 是啊 乐鞋什么都好 但我怎么想就觉得 差你们家阿面啊 一点点 你真的懂啊 全世界 所有的女人 没有人比得上我老婆阿面啊 我知道 那个勇慧也很强 但是她在想的 永远都输我儿子利得一点点 你连永辉的便宜也要赞啊 我不是在那便宜 儿子永远是自己的好 唉 但你知道吗 当年啊 我犹豫啊 我在想 到底要不要收养利得生的孩子啊 我 我心里会怕 但是啊 我妈妈妈马上跳出来 这个孩子我又要 要不然 我现在 怎么有那么好的儿子 可以笑说我呢 这辈子 我做的最对的事情 就是娶了阿面 到台北以后 我要告诉她 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要当我的老婆 说这什么话呢 这辈子还那么长 说什么下辈子 不过我当然要这辈子 提前预约我下辈子的幸福啊 我就是要她答应我 我要提前登记 如果她不答应我 我就不投胎了 瞧你说的这样长篇大论的 是不是要我称赞你痴情呢 不是我之前 这阿面真的对我太好了 虽然我们也会吵吵闹闹 也说过要离婚 但你很清楚啊 我们死都不会理的 没有她我活着也没意思 因为我很清楚 我所有的快乐 都是阿面给我的 庄立 等你回台北之后 可以好好享受天伦之乐 请你赢得的 你知道吗 我们立德现在很优秀啊 他那个老板啊 把他的房子 很便宜很便宜地租给他 这是对立德的肯定啊 你说他老板是不是很有眼光啊 你要跟立德说啊 这年轻人敢冲敢拼 但是就是少个机会 叫他好好把握 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 而且啊 立德之前买了个旧公寓 现在要改建啊 改建以后就变新房子啊 等到房子的价钱 更好的时候就把它卖了 然后回高雄 买个更大更好的房子 你说立德是不是很聪明啊 我跟他说啊 年轻人啊 男儿志在四皇 年轻的时候 就到处闯到处拼 但是有了基础以后 就要落叶归更 回到高雄 阳光普照 这台北啊 也是不错 但是就是经常下雨 住久了会觉得筋骨穿透 每次看你讲到立德啊 就没开眼笑的 不是啊 立德真的挺不错的 好吧 我们叫永辉 今天就输你家立德了 一点点 你聪明 好啦 该出发了 我没累 还是我来可以 不用了很快就到了 我真的可以哦 还是不用了吧 好吧 交给你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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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